我刚看完电影老炮 你瞧这眼泪把我这眼泡都给泡出来了 因为这个我大中午小电影院就我一个人 所以啊这个酷的有点肆无忌惮 实际这个前头啊 我就是寒泪这个在看 到后来我见到这个冯小刚六爷 穿着这个降效泥的这军大衣 拿着这个军刀 在冰壶上冲锋至死的那个时候 哎呦我这个哭的 哭的没羞没臊的 这是一包纸巾呢 这个当然大家也都知道 我看贝心金刚都哭 看我的少女时代也哭 最丢人的是看小时代都哭了一码 可是虽然我的哭啊 不能作为评价电影好坏的一个标准 但是哭跟哭不一样 我对这个哭还很有体会 比方说啊 我认为我看这个小时代的那种哭啊 是一种病理性的哭 不一定跟电影有关系 是一种病理性的哭 但是这个老炮的这种哭啊 我觉得是心理性的哭 而且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 就是我们的电影 你明白我说这个我们是指谁吗 我觉得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 我们的电影 我在看之前啊 我提醒自己不要看任何评论 我不想受影响 但是呢 我在我的这个朋友圈里啊 你想我的朋友圈 但都是类似于我这个岁数的人吧 我在这个朋友圈里啊 都已经看炸了 有多少人呢 这就是说 中老年的热血就在这儿爆发了 就说老炮了 无数个惊叹号 说一定要支持 一定要去看 有的人简直说的就是咬牙切齿 我觉得 这部电影里头的人 台前幕后的人呢 都像是我的朋友圈那一类的人 首先您知道吗 我觉得这电影跟我太有关系了 管虎 大概十六七年前 我拍一个肥皂剧啊 老豆酒吧 有一段时间是管虎做导演 那个时候他一来啊 我就觉得 嘿 这跟电视剧那导演真不一样 完全是电影范儿的 玩这镜头 说那你这个眼睛往这边看 我要从这边拍你的眼睛 什么拍那个人 而且我当时还觉得挺有意思 大高个儿管虎啊 这个那个时候还留着点那个 小小又细又软的那个小胡须啊 我有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因为我不会演戏 我不会演戏 他觉得我紧张 我不能放松啊 然后一觉得我那个又不会演了啊 这个管虎就说 来来来没事没事 抽个烟抽个烟抽个烟 一看我又紧张了 抽个烟抽个烟抽个烟 一看我又那个 结巴了哈 抽个烟抽个烟抽个烟 所以我跟他拍戏那会儿 一天得能抽五盒烟 不停的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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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老炮这个电影啊 从头到尾 是不是大家都在抽烟 这是管虎 哎 然后 你知道还有一个 那个斗篷 做音乐的斗篷 这 我当年的这个 拍的一个那个肥皂剧 还有一个叫老斗一家亲 有一集斗篷就是来客串的一个歌手 在我那还唱了一把 而且呢 后来我跟斗篷呢 在这个顾长卫导演的一个生日的party上碰着 这一聊把我们俩都惊着了 不但是同性啊 而且您能想到有这么寸的事吗 我跟他呀 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这斗家人 你说他都这么寸 哎还有一个就是那当然目前的这个冯小刚 哎 冯小刚导演这个我们也很熟 哎 我早就知道 我早就相信冯小刚 绝对好演员 他要他他他他要演戏 而且呢 你瞧他这个你别说他丑啊 你看他这个脸呢 他这个脸长得多强烈 听着吗 这他这个脸这个你不觉得 本身他不他不演 这个脸本身就很有那种表现力吗 而且这个我前两天我不是讲石头吗 你仔细看看 冯小刚的脸现在长得有点英实的效果了 所以这种这种刻印呢 这种感觉哎 演的 所以我觉得金马奖一点都没错 邓超嘛 对个虽然我没看过他演的这个戏啊 但是呢我觉得哎不让也得让 这是肯定 这这这这冯小刚演这个 这这这这演的太好了 然后韩宇啊 张韩宇我们也是特别熟的朋友啊 哎呦啊就我给一看见这个韩宇 一身这个剑子肉哈啪两把刀拿开 这家伙这个还有这个刀疤 哎呦我就就就就觉得好家伙真是长气啊 你知道就是这部电影啊 让我这个岁数的人呢 我们在这个新时代啊 适应不良一肚子酸甜苦辣的这个人来说啊 让我们长气 首先呢 他好像是你看的时候 这你就宣泄了 就让我们呢 宣泄了那种郁闷之气啊 郁郁不得志之气啊 这个这个对这个新的时代啊 这个适应不良之气 但是呢 同时啊又抒发了我们一种啊 这个怎么说呢 搏发之气啊 就是说老炮哎 我们所相信的 我们所讲究的哎 那些个那些个气 那些个气啊哎 好像本来有点颓了 但是这部电影啊 又让我觉得好像唤起了胸中的 那一枪炮气 所以这个电影我的评价 跟大家一样 绝对是 绝对是有代表性的啊 而且呢 我在知乎上呢 还看到一个评论 就是讲到 说这部老炮啊 是丸主的慕之名 这个里边就得细讲 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头啊 王朔演的这么一个小混蛋 不是说小混蛋啊 王朔演的这么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好像是玩主的这个人 据说呀 是有真实原型的 就叫小混蛋 当年在京城啊 这个196几年的时候 那这跺一脚振三颤 其实呢 虽然那个时候都叫红卫兵 60年代的时候 但是呢 像王朔啊 姜文他们这一路的 是呃大院里的 种种大院军队大院 大院里出来的这个子弟 干部子弟 这一种红卫兵 他们是一帮 但是当时他们的敌人是谁呢 是玩主 这个叫做玩主的 这这这些子弟啊 他是哪 他是平民子弟 甚至是黑五类的子弟啊 这个胡同里出来的 他们两帮啊 整天掐架 哎 好多就是在那个冰冰湖上掐架 你看 这个电影里有这个 岁月痕迹的 哎 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 啊 当然我必须说明啊 我跟他们这个北京圈里的啊 并不是一路 哎 咱们是混石家庄的 但是因为都在60年代那个时候啊 所以特别容易这个触到 那么那个时候你看 这个年轻人就是到那个冰湖上 就是滑冰 很实兴 而且你注意到没有 这个六爷的那个房子里啊 有一把吉他 有一把吉他 那不是他孩子的 那是六爷年轻时候的 我们年轻的时候 就是最时髦的 小流氓刀的 弹着吉他这个秀密啊 泡妞啊 那个 那个时候叫拍婆子 拍婆子啊 所以都是那种生活的这个印记在这个里面 那我就讲当年你看 这两派啊 他们都有点 我觉得是接管了接面秩序 当时啊 这个这个文革前后的时候啊 是哎真是一个很很特异的一个时代 砸烂攻减法呀 砸烂攻减法 那这个小青年们在在在街上啊 那就是战山为王啊 就是就是混就相当于今天说的江湖啊 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小混蛋 这个人是真有欺人叫周长丽 他最后的结局 他就是被200个红卫兵活活砍死 但是死的时候 小混蛋周长丽 抱着大树 抱着大树 就宁愿站着死啊 也不跪着生 大家伙就这么一种 劲头 然后这个 想必这个冯小刚王硕 他们也都会很熟悉 那个时候北京最有名后 后来这个丸主的这个一个头是谁呢 边做军边野 这个边野啊 为这个小混蛋复仇 那时候这个丸主书包里都是一把菜刀 所以这个边野就号称菜刀王啊 那家伙也是这个血雨腥风啊 挺有意思 那个但是到了后来68年的时候 这个清理社会秩序 这好多丸主啊 这帮人呢 就蹲了橘子 什么炮橘 炮橘 炮橘这个地方啊 就是炮局胡同 就在清末的时候啊 那个炮局后来叫炮厂 清末的时候就后来做监狱 但是新中国之后 这个北京市公安局 在那个炮厂的那个园址 那个地方啊 做看守所 所以就不知道老炮这个词啊 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而且我看这个电影啊 我就和大家很多时候就讲规矩啊 理啊情意等等这些个东西 你现在看着这个六爷啊 他像是一个被时代要淘汰了的一个人物 可是呢他守的许多的规矩 今天的人该怎么看 比如说哎 那个时候小流氓 查假呀 有规矩的 这就叫道义有道 那比如说这个举着菜刀追着砍 只要你跑回自己家了 他不进门的 他他不会跟你家人 这个不会祸及家人 你说他那个时候包括不打女人 他有他的这个仗义 有他的这个规矩 咱们今天的这个社会啊 中国社会到了现在 就现眼跟前的这个时代啊 我觉得是什么 旧规矩被砸烂 旧规矩被蔑视 可是您这新规矩呢 新规矩好像还在竞争 新规矩好像还看不出端倪 他主在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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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候啊 所以你说让人就觉得这个有些时候就觉得让人瞧不上 很很容易有这种观感 就是对老炮来说啊 可是呢 我又想起阿诚老师说的 他说呀 说其实你看不管黑社会白社会 不管新社会还是旧社会 其实你交朋友啊你看的跟孔子当年说的没有什么二致 什么呀 忠信仁义 哎仁义理智信 你想想吧 你跟什么样的人交朋友混哥们 就是仁义理智信吗 这个没有 有些东西啊 是是是是是是没有变的 是不会变的 那么 今天咱就别聊人意理智信了啊 这个倒是可以聊聊啊 我觉得这个嗯 我想起这个王硕有一次就是做这个枪前三人行 完了之后我跟他说我发现他们哪就是津津乐道哎 讲起当年六十年代时候的街头风光啊 我津津乐道哎我就说这个你还有没有这样的人 他说当然有了那当年跟我们一块混的那比我能砍的多了去了 我给你推荐几个 结果他给我推荐几个哎 后来我跟这些人一聊啊 我就发现呢 王硕还是接触外面社会的 就像冯小刚还是接触外面社会的 可是他介绍的一些人呢哎呦一聊起天来 让我觉得恍若隔世啊 就是你觉得他聊的天是六十年代的天 街坊去的天是明朗的天 六十年代的天是当年的天嗯 就是六十年代的时候的人就像他没有在这个世代活 他还穿着那种当年我们叫那个片蓝呢 那个蓝蓝汉鞋穿的衣服军大衣穿的衣服跟那个时候 都一样 我就想到啊冯小刚演的这种老炮啊 没准不但过去有今天还有 也许他们正缩在某一个北京的胡同里 但是他们的心情面对今天啊 风驰电车的这个跑车啊 这些个京城十二哨哎真不知道他们作何观感 中文字幕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